好,这题是属于这个阳粒子交换管住的问题 那题目跟你说呢 有一个这个浸水设备要换耗材 耗材里面有一些素质 素质呢,要干嘛呢? 要将硬水软化 好,马上来抓这个关键字 硬水软化是干嘛? 要去除硬水中最重要的成分CA2症 或是MG2症 要干掉它 干掉它的话,那我要选谁呢? 我们马上想到要选阳粒子交换素质 好,阳粒子交换素质 比如说啦 然后呢,你是带NA系列的 这种呢,它吸CA2症 那两倍的量就可以把CA把它吸干净了 所以呢,R2CA 那释放出NA症 这样子的话 原本里面有CA2症、MG2症 就会变成NA症 就会干净多了 老师,那可不可以使用这个RH型的呢? 然后最后再去做酸减中和呢 也可以啊 也能用这个RH型的 那到最后呢,会释放出H症 再去做酸减中和也OK 反正我们就是要 素质本人是要带负电的 注意哦 素质本人带负电 外围有一个正电荷的 这一种就比较 我们说可以做硬水软化使用 好,我们来开始选选看了 首先第一个 我说我要素质本人带负电 结果你什么电都没带 你怎么吸啊 所以这不行 再来第二个呢 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标准呢 有耶 你素质本人带负电 你本人带负电 外围有一个小小的正电 我就可以把这个正电丢掉 然后把CA2症把它抓回来 或MG2症把它抓回来 这样有硬水软化的能力哦 所以这个B选项是可以选的 再来C选项 正好跟我的需求相反 我要内部带负电 你给我带正电 你带正电就不合嘛 对不对? 所以C选项不行 这个选项也是一样 我怎么里面带正电 我要负电 你给我正电 所以这个选项也不能选 好 很多同学跑来说 老师 E选项看起来正确啊 你里面带负电 哦 符合我的需求啊 外围有一个正电和离子 完全符合我需求 难道E选项不能选吗 注意哦 E选项看起来对 但是但是 你如果是用像这种 RCA型的 你把CA吸走了 吸完之后 你还是释放出什么 CA你看 交换完 交换完怎么还是都长一样 都还是放出CA 所以我吸完CA 放出CA 里面还是有钙离子的啊 你硬水没有被得到软化啊 所以呢 我们要选的是 B选项 好啊 谢谢大家